国际消息来关心乌克兰局势 乌克兰在宣布取消停火协议之后 正式展开了反恐行动 对武装分离分子进行反击 而乌克兰国内也针对 是否要提高国安戒备层级 启动紧急防御机制 进行热烈讨论 乌克兰展开反恐行动至今 已经有200名乌克兰士兵阵亡 619人受伤 在顿巴斯则有160名平民 在反恐行动中丧生 现在乌克兰正在讨论 是否继续反恐行动 或者启动紧急防御机制 一旦启动紧急防御机制 民众的人身自由将遭受若干限制 包括公司组织和机构的人力资源 根据防御需要进行调配 只要当局核发命令 民众将可能被限制居住 限制交通 甚至被限制使用某些器材物品 无需特别许可 当局可在特定时间实时宵禁 限制村镇出入 地方交通管制 限制居民行动自由 居民可在任何时间遇到盘查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认为 目前还没有必要 启动紧急防御机制 但有观点认为 现在启动紧急防御 已经十分必要 可以协助军队发挥更大的作战力 新唐人记者安娜 乌克兰基辅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